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变种生物入侵人体的灾难片《铁线虫入侵》 电影的男主宰赫因投资失败成为了一名药厂销售员 为了讨生活终日被客户使唤 日子过得十分紧巴 而一天晚上夜起的宰赫竟发现妻子和孩子都在躲着吃东西 显得有些生气 故事的另一边 某天早晨 一对夫妻在河边跑步发现了浮尸 宰赫的刑警弟弟宰毙奉命前去调查 却被浑身脱水的干尸吓了一跳 而之后的日子里 警方接到的报案越来越多 而且干尸状的尸体都出现在河里 宰赫为了工作需要讨好医院的院长 但和院长外出打高尔夫球时 发现院长一直不停地喝水 甚至直接扑进了一旁的水塘里 几秒挣扎后就死掉了 死状也是身体被吸干的模样 而刑警弟弟在村庄调查水源状况时发现 仅过去一个晚上 更多的尸体浮现在水面上 且全国各地的浮尸也在增加 而法医在一具尸体里面发现了大量的铁线虫 在研究后确定死因都是因为这种变种的铁线虫 铁线虫是一种寄居在节肢动物体内的生物 并在产卵期令宿主异常缺水 让宿主来到水源 而铁线虫便会在水里脱离宿主并产卵 同时会造成宿主的死亡 所以在寄生过程中会导致宿主食量增大和缺水 这也是宰赫妻儿偷偷计食的原因 看到新闻的宰赫跑回家 并从妻子的口中得知曾去过事发的西谷玩耍 便连忙带他们去医院 但常规的驱虫药竟会令病人更加痛苦地死去 医院经一时找不到治疗的方法 越来越多的人不受控制地要铺进河里 而一直在调查的刑警弟弟也从村长的口中得知 他曾看到一群人曾经放了几只带有铁线虫的狗进河里 但是村长为了避免村里的旅游业受到影响 故意隐瞒了这件事 然而没过多久 卫生部发现在贺工作的药厂曾经生产的驱虫药能有效地杀死这种铁线虫 但这种药现在却不再销售了 政府也要求药厂重新制药 但厂方确称生产线的设备已经无法使用 甚至也不愿意公开药的配方 以此要求政府花天价收购药厂 另一边 宰赫先是通过药厂内部关系买到了几颗驱虫药 却被路人发现引起了哄抢 最终 药在众人脚底下被踩得粉碎 又得到的消息找到了黑市 却在买药时被警方阻拦 那人为了逃避责任 竟把药都放在马桶里冲走了 正当宰赫绝望的时候接到了刑警弟弟的电话 告诉了他其实这一切都是药厂的阴谋 原本研究铁线虫制药的科研人员为了大赚一笔 从而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兄弟二人找到了他们恶意囤药的仓库 正进去拿药时 却被人锁在了仓库里 药也被一把火点着 燃烧殆尽 关键时刻 刑警弟弟的女友开着货车闯了进去救了兄弟俩 但看着遍地被烧掉的药只能痛哭流泪 在绝望时 载贺突然响起只要有药物的原材料便可以制作 于是开着货车冲进了药材厂 拿到了原料 并将原料放到多家制药公司 要求他们在原本驱虫药的配方中使用这种原料 迅速制造出了的驱虫药被分到了全国各地 解救被铁线虫困扰的民众 而药厂的阴谋也浮出水面 老板成为了大众攻击的对象 但故事的最后 一具没被打捞的尸体顺着大海飘向了远处 或许这仅仅是个开始 也不得不吐槽一句 电影里的韩国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